大家好,我是老胡 这几天老胡在家配合疫情管控时大门不出,二门不迈 整天除了吃,就是为吃的在做准备 闲来无事,就抓住了一个电视剧子看 这部号称大型史诗级电视连续剧《毛泽东》正在播放 老胡也不是什么历史学家 今天就看到的内容,分享一下自己的看法 毛泽东在一系列的工作以及斗争中 逐步意识到,在中国唯有让占据90%的农民翻身 才能实现整个国家的革命目标 当他与陈独秀的意见相组之时 就更加明确了一点 那就是中国革命究竟为谁而革命 为谁革命,谁就是我们最大的依靠力量 无疑,这个目标非常明确 中国革命的使命就是为广大受剥削阶级服务的 这个广大受剥削阶级就是工人与农民 而在那个时候,全国4亿多人口 工人加起来也就两三百万人 而农民就有3亿多 这让毛泽东意识到搞工农运动的重要性 工人运动就要有工会组织 农民运动就要有农会组织 我们把剧情拉到第12集 当时的蒋介石已经取得了一定的军事实权在手 在国共合作的大革命中 蒋介石的北伐军在百万之众的工农联盟帮助下 打到哪里,后勤就跟到哪里 打湖北原以为要借助两广的粮食后勤供应 没想到全部让工农民众给解决了 就连蒋介石本人在发表讲话时都说 如果没有这么强大的后勤保障 他们的北伐军是万万打不用仗的 可以就在那个时候 蒋介石也意识到了工农联盟这个力量有多大 就在打上海的时候 蒋介石几乎没有费一兵一卒 上海市在共产党领导组织的共同运动中 被拿下来以后才让给蒋介石进驻的 蒋介石表面上对共产党功维有加 但实则心中充满了嫉妒与敌势 重点来了 上海是什么 在当时上海就是全国的金融中心 是真金白银聚集的地方 蒋介石拿下上海就等于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 两把重器在握了 就在这个时候处在上海的英美等资本列强们 实在忍受不了共产党搞的共农运动 因为他们要的是资本稳定 钱赚钱 资本家稳定 工厂秩序稳定 农民与地主的关系稳定 总之他们要的是旧秩序的一切稳定 只有那样 他们才能继续从事他们的利益输送链 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 不那样顺从他们 共产党的政治主张 是让工人与农民翻身做主人 摆脱剥削 因此这与英美等资本列强们 是水火不容的对立的主张 无处不在的共农运动 搞得资本列强在上海的利益 受到了严重破坏 因此 他们怂恿蒋介石 要想在上海把握经济明白 就要答应他们一个条件 那就是清共 要彻底将共产党 以及他们的组织摧毁掉 蒋介石本就对共产党记恨在心 容大不下 这边又开出了诱人的条件 当然是顺水推舟 来个大清洗 于是就制造了黑人听闻的 412反革命政变 枪杀了上万名共产党人 我们把视角转过来 也就是说 从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明确了以后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思想 大搞共农运动 依靠农民 搞土地革命 这些大动作兴起了 首先感到不自在的 甚至是无法接受的 就是西方的资本列强们 因此也可以说 我们的革命从一开始 就被美帝等资本列强敌视仇视 他们就会利用各种手段 包括利用中国国内的军事力量 去扼杀另一部分军事力量 借刀杀人 以达到他们的目的 当然他们最终想要的 就是一个能与他们称兄道弟 进行生意往来 利益共享的中国政府 不幸的是 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政府 也正好是冲着这一点去的 也就是说 无论是蒋介石政府 还是美帝资本列强 实际上都不可能与共产党 同袭而坐了 因为他们的利益主张完全不同 甚至是完全对立的 幸幸的是 蒋介石政府完蛋了 共产党人的政府 最终取得了胜利 美帝资本列强的美梦破灭了 这应该说 就是一场完全的革命胜利 最终实现了工农革命的目标 让最广大的农民群体 翻了身 有了地 当了主人 有了尊严 然后呢 然后我们走过了一段 扬眉吐气的红色日子 再后来 我们搞改革开放了 我们仔细想想 改革开放的过程 就是市场化过程 和私有化过程 这两个东西 虽然是美帝资本列强的特有东西 但我们拿来用一用 搞一搞我们的经济建设 也未尝不可 只要我们是把控着 公有之经济为主体地位不改变 就出不了答案 这就是我们的底气 话虽这么说 我们还是要谨慎一点为好 改革开放所采取的各种政策调整 包括法律制度的更改 确实都是为了市场化和私有化去服务的 渐渐的我们发现 当初的只是拿来用一用的东西 慢慢的也变成了我们自己的东西了 但长到经济发展前头以后 也就促使越来越多的学者专家 开始纷纷效仿美的资本那一套 大搞国内建设 确实取得了巨大成绩 用四个字形容 那就是丰功伟绩 可是一个问题又重新在人们的脑海中出现 那就是日子普遍好转的今天 随着贫富差距越来越大 大家似乎并没有因为好日子而心安理得 而是对各种不公感到悲哀和愤闷不平 为什么 老胡又把镜头拉到电视剧第十一集 当毛泽东与陈涂秀争吵的时候 很显然毛泽东提到了一个根本问题 那就是我们搞这么大的动静 闹这么大的革命 到底是为了谁 把这个问题搞不清楚 那就是为了革命而革命 为了反对而反对 根本不知道自己的方向是什么 当蒋介石发动一系列反动事件的时候 陈独秀为了所谓的大局为重 采取妥协退让 寄希望于让国民党把革命进行到底 共产党从旁协助这样的一个政治主张 不得不说 这里就显示出了陈独秀的糊涂了 那么我们今天的改革 我认为同样有这个问题 甭管经济有多发达 能发展到什么程度 仍旧存在一个为了谁的问题 一切为了人民给出了答案 但是资本家是不是人民 富人是不是人民 极少数既得利益集团的人 他们是不是人民 如果他们也是人民 那这个为了人民 是否把最广大普通群众 农民兄弟 工人阶级都淡化了呢 如果我们不强调各群体的属性不同 大而化之的看待 那么当初美帝资本列强们 没有得逞的美梦 会不会在我们不自觉的改变中 正好在迎合他们的目的呢 这是一个启示 感谢收看 我们下期见